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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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我们会输 因为不是每次都会赢 我是阿根廷人 孩子教我老费 教他们用中文 有西班牙语 用英文都有 很开心来提比赛 孩子开心 这很重要 我们准备来享受今天 我们知道 Dragon 12 今天是好友善 我没有想到结果 我没有想到 享受孩子 如果孩子会享受 父母会享受 那就是足够 今天的这场足球赛 是由中国生态环境部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中国驻迪拜总领馆 中国新闻网和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主办 中国银行迪拜分行协办 作为COP28中国代表团 重要配套活动 旨在通过足球运动 这一集不感染力的交流方式 传递低碳环岛里面 讲述绿色故事 据说今天阿联酋王室成员 也会前来参加 让我们一起看看 人类应对气候变化 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需要一代一代的 结许奋斗 所以今天 青年朋友们 小朋友们参加 让我们看到了 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未来 本身的质量 我最爱中的质量 我认为质量 质量和国质量 是一种人类的 各个世界的 因为他们是 远比较随着 离境关于 和一些论者的 不同的国质量 它带人们一起 同时 信息 信息 经历 3,2,1 他们此刻激战震撼 就在刚刚这场中阿青少年足球赛已经结束了 中国驻迪拜总领事李旭航先生 中国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党委副书记胡军先生 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中国新闻网总裁余兰女士 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会长郑华卫先生 中国银行迪拜分行行长潘薰元先生 为小球员们颁发公益证书 现场的孩子们相互交谈 久久不愿离去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无关输赢 而是给孩子们带来快乐 地球是个大家庭 人类是个共同体 就像COP28口号说的 只有携起手来 才能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